五号房间 而并非六号房间 这个发现让志田十分意外 他立刻想到 凶手会不会是冲着 住在六号房间的访客去的 红口俱乐部的那个女人 是我们最大隐患 你们不应该留着的 我当时打婚了她 她应该没有看到我们 问题是她没被打婚 在你离开后的第一时间 这个女人也消失了 这足可以证明她是在装婚 还有 你再想想 那个服务员是怎么死的 当时 那个服务员是小黑打婚的 还不至于死啊 我们走的时候 应该是那个女的和服务员是活着的 不会是那个女的杀了服务员吧 也就是说她看到了你们 现在日本人到处在找她 而且找人画像 我们一定要抢在日本人之前 找到这个女人 除掉这条线索 你再给我好好想想 还有什么其他方法 能找到这个女人 你记不记得 我当时是用一块手帕 包住了手上的伤口 这块手帕 有可能就是那个女人的东西 手帕上面有一个商标 那是一个很特殊的商标 开车 对 我当时把那块手帕扔在哪儿了 我们回来的时候 走的是哪条路 我们走的是苏州河边 走 走 这也太黑了 也许手帕上的商标 根本说明不了什么 但是那是我们唯一的线索 过来 能掉哪儿呢 抱着我 什么人 你们干什么的 花姑娘 过来 过来 让皇军看看 不错 细皮嫩肉的 我看看 不错 走吧 走了 快走 让我看看 走吧 花姑娘 不错 我 不错 不错 我不是有意的 没事 接着找吧 在这儿呢 美丽服装店 小姐 您要买点什么 我随便看一下 请随意 小姐 这个可以收上自己的名字吗 当然可以啊 我们这里做的就是高级定制 我拿些样品给你看一下吧 好 这个很漂亮 这是 这是我们老板专门给自己设计的 很多客人都说漂亮呢 那能请你们老板帮我设计一下吗 没问题啊 不过现在他不在 明天你过来吧 我告诉老板医生 然后再给你约个时间 你们几点下班呢 五点钟 我知道了 谢谢 欢迎再来 海军公寓我已经调查过了 六号房间是派检军司令部 数课定的一个长期报房 案发至今 这个房间一直是空着的 但是管理人员说 案发当日确实有人住在那儿 这个人的名字叫梁介 中国人 这事我不知道 他很可能用的是个假名 据管理人员交代 这个叫梁介的人 已经在那儿住了一年多了 但是奇怪的是 案发的第二天 他就离开了这间公寓 而且至今下落不明 这个细节 作证了知天的猜想 看来六号房间的住客 的确有问题 根据凶手的行动来看 凶手的目标非常明确 就是六号房间的住客 但是案发当晚 发生了一个小小的意外 九号房间也就是死者的房间 钉名牌号的钉子松动了 所以九号房间就变成了六号 所以我们可以断钉 本本性之死纯属意外 凶手的目标 就是六号房间的梁介 马上查清楚这个梁介 我已经跟派遣军司令部联系过了 他们马上就会给我们答复 报告 进来 航口俱乐部现场证人的画像 已经完成 见过这个女人吗 好像见过 知道她是什么人吗 这个 我只能说她有点像 但是我不敢肯定 你在哪儿见过她 她好像是一个服装店的老板 好像是姓夏 田先生经常上她的服装店 定做西装 服装店 美丽服装店 对 她的店名好像就叫美丽服装店 在音速界 现在几点了 差十分钟五点 老板 没有什么事的话 我先走了 你先回去吧 阿妹 你等一下 你把冯太太的旗袍戴上 顺道给她送过去 好 你让她试试 我在林口处给她改了个新华养 看她喜不喜欢 这个还要担心吗 去吧 嗯 我去了 小心点 又有什么事啊 你好 你好 我们还是里面说话吧 你认出我来了 你说什么 不要再演戏了 我们还是开门进山的好 我不明白你的意思 要不然 你刚才干嘛不阻止我锁门呢 伤好得挺快的 你是怎么找到我的 我在包厢里捡了块手卷 上面有你服装店的名字 我不会把你说出去的 我会替你保守秘密 我凭什么相信你 那你要我怎么做 才能相信我呢 我 nói我说你不怕被你开门 怎么还准是什么 我会把你找到这我就 能去学校 你肯定吗 这个刀 还要不要做 我肯定 我肯定 在中间 普通人完全用不着 看来你不是一般人 你不想听听我的故事吗 我不想 跟我有关